李寶貴 走唷 大家請坐 各位宜同心,大家平安 我們這節哭在說什麼 因為我們這是國ệ班 要辦事 要辦事 但是這社會上有很多不一樣的理論 但是我們拿著兩千年前 兩千年前漢林的頭殼 不是漏賴的頭殼 兩千年前各種的學術都有做出來 國中的學術都做出來之後 我們經理想的 你看那個秦始皇 他一國可以併吞六國 他的對手都假如先的 絕對不是 就是說他特別強 他怎麼特別強 他說今天有一個工業 四十七種蒙古的徵兆 這是向下的 這是寒飛子下的 在兩千多年前下的 這四十七種 今天如果有時間可以討論裡面的東西 但是國外要去做這個 法政務的時候 你要知道說 有這種 有這種的情形 國家土幕會盟國 讓你們知道一下 這個 這個 講到這個 政策跟國家的興盟 我們要拿軍人的勢來比較 這個人的心理因素 你說 心理因素很重要 心理因素 我們講 將官跟無將官 差很多 這個人如果有將官的時候 就會去參選法學變化 就不是他的意 要怎麼變 我們拿黃埔軍校做一個禮 這個 這個孫隆山 大家知道 這個 很快就好了 校長 我 有幾個年前 有幾個看到 不論 國軍或共軍 都是中國軍 你們有聽到嗎 怎麼會說這種話 就是 你要知道這個歷史的功夫 蘇聯 列寧 他採用共産主義 在一九一七年 就是他現在一百年了 一三九一七年就比較沒有一百年前 他的結婚成功 他覺得共産主義很好 對社會很好 所以 準備 要去擴張 到全世界 都會有共産黨的理論 大家八成功 叫做快樂 快樂 幸福的日子 這個 所以他第一九一九年 成立一個叫做第三國際 第三國際 第三國際 你現在注意 你現在注意知道說 第三國際就是 蘇聯拿無後 拿他那裡大的國家的資金給你 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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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時候 看中國 一九一九年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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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凱 已經死了 袁世凱 是 要不做 要不做 袁世凱 其實是 中國民國的國父 講的 孫中山是 孫中山跟武昌紀伊 什麼都沒有關聯 武昌紀伊的時候 他人在支架哥 怎麼有關聯 這個 袁世凱 是 奉過軍事政變 跟 清朝的皇帝 搶去旁邊坐 也沒有台式 搶去旁邊坐 大權 獨攬 孫中山說 要去 建都南京 他說 來北京 大家都去北京 這樣誰比較大 當然袁世凱 袁世凱比較大 袁世凱在北京的時候 算 第一任中華民國總統 但是 做到總統之後 這個心理變化 他就開始想說 他要做皇帝 所以 紅線稱帝 紅線年間 他來稱帝 但是 這個人 紅豆麥 幾天 八十幾天 就聰明 死去 死去後 後面的問題是什麼 後面的問題就是 國軍区 獨立 這個軍区一個軍区就獨立 就亂七八糟 你這個軍区打我這個軍区 就 胡雄杜 不信用 這個時候 蘇聯 看到 看到 這個中國的情形 那 當時呢 孫童山 發表 他一篇理論 他說 三民主義就是共產主義 這幾位不聽的人 稍微害怕 這不是只有我剛才說來 三民主義就是共產主義 就是這個時候說的 怎麼說三民主義就是共產主義 第一 他們都去 這些都怕社會主義 都是去 馬克思的理論 來社運國家 到底以後要怎麼進行 這個 孫童山發表 這個理論之後 三五 就覺得說 嗯 孫童山這排 可以支持 所以拿錢 拿錢 叫孫童山去建立黃埔軍校 黃埔軍校 黃埔軍校就是說 黃埔這個地方 會建立 其實就叫做 陸軍軍官學校 會建立 但是位置在黃埔 所以叫做黃埔軍校 黃埔軍校 涉的時候 這個 中國 會不會 所連轉 給你 兩萬名兵 會 一切武器 配備 彈料 坦克車 甚至 那時候不知道有費機嗎 大家看差不多有了 還有 每個月的費用 這個是三十萬 三十萬塊 這個是四十萬塊 指定它用途 有錢 還有我們 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黃埔軍校的九官 都是 熟練人 用歐洲方式的官吏 歐洲方式的使用 來關這個黃埔軍校 現在說黃埔軍校的校長人選 什麼人要來做校長 熟練尊重 尊重山的意見 尊重山 別人 也沒有多 但是別一個說 別去日本軍校去西北 叫做蔣重鎮 蔣介石 不叫蔣介石 去熟練 深造一個 去那 他差不多半年回來 他就是校長 黃埔軍校的校長 就是 蔣重鎮 蔣介石 一個教務長 就是說 他第二號 第二號的領目 叫做周恩來 就將管 現在 本年 是兩萬名 但是蔣重鎮 他擴張到四萬名 那些設備 用那些設備 分的四萬名 中間 第四書 就是 一二三是第四書 是共産東的書 就開始北伐 北伐有什麼困難嗎 有剛才有大的戰爭嗎 通通沒有 怎麼沒有 那怎麼沒有 就是這個 你如果要跟人家打 對方 如果主要說 管理10% 20% 體重 給你20% 沒關係 來嚇一跳 但是對方是你兩倍三倍 你要怎麼嚇 不用嚇 所以這個 所有的軍隊 為這個 擴張到上海 到南京 沿路都沒有人 沒有人敢去台 他拿出 熟練的武器 熟練的高官 一聲到南京 到南京之後 好 這個軍隊就是 心理擴大 要求增加 他想要做什麼 我們不知道 但是他在沿路做的事情就是 把我們人動作修靈台 就是實行一個叫做青檔 這些名字 大家也都知道 青檔就是說 我只要在國民黨的 共産黨不在 如果是共産黨都會抓去台 所以 共産黨 這個時候 看到 蔣介石的真面目 這個原因 或是 為什麼中國 為什麼會分裂 會主要因素 就是 這個壓心太大 所以說 一個人如果做到這個頭目 那個壓心的膨脹 是很難懂 現在說到吃了來 就是說 人的壓心 現在來說一個 漢民族 國際 衰退的原因 中國人是說 他自己創偉大 但創偉大的時候 西方世界 在英國一親年 就離這幾百年前 現在離空一親年 就是剛才五百人 所以差四年 五百年前 這個 馬丁羅帝 在現在的 德國的地區 發表一篇言論 在九段的外面 說 九封有九十五條的罪狀 九十五條罪狀 那九封怎麼有九十五條罪狀 他那個時候在創什麼 教皇帝賣贖罪券 你齁 有罪 你的罪 王國新台北 一萬塊來賣 就給你下面一萬塊的罪 你如果九十萬塊來 下面你十萬塊的罪 所以很多人就去交這些錢 這我叫做 西方的小金索 我們的小金索 也是這個意思 你要把錢送去天上 操作 帶個金箔 你要騙誰 騙誰 騙鬼 所以這個 把它帶下去 這事情公佈下去 歐洲世界 全區大變化 九封 不是唯一 獨一 的 統治者 然後 還要說 你這個 那個時候 歐洲世界 已經進步 說 地球是贏的 地球 生太陽 在走 五百年前 但是中國 到兩百年前 他不知道地球是贏的 五百年前 他就說地球是贏的 這個 讓九封聽到 九封吃不開心 所以 你把相對放在哪裡 相對 在天上 天上在哪裡 生來生去都沒有 所以 這個起来 很大的爭執 但是 就是因為這樣 像哥倫布發現新大陸 1492年 因為 印度 是在北尾十度的地方 以前去印度 從北尾十度出發 尖叫飛鳩的西海岸 走到好旺角 然後再爬起來 然後走 走 那時候的航行 要看到那個 山 走 沿 陸地地走 這樣才不會打不去 這個 情形 轉到 他想說 往北尾十度 往西走 東西 往西走 往西走 走 走到印度 走 哥倫布 三台 大棚 前 這是 西班牙國 國王 特別支柱 哥倫布 是 這個 意大利的人 得到這個資助 這個幫站 他們走差不多九十天 剛才有一個都市 看到一些人 那些人 一定是印度人 所以叫做印度人 這些中文翻譯 叫做印度安 印度安 印度安和印度 被枯別起來 其實就是 印度人 印年 這個從五九至兩年前 不知 再叫他印度 印度 其實是印度人 那他渡到的多數 叫做West Indian Island 西印度群島 到今天我們香港不對的東西 後來經濟這個 這個高山又有文藝復興 工業革命 所以他很進步 進步到什麼程度 一六里數年 這個渴蘭人來打中國 渴蘭人就在說 我們兩個渴蘭兵 或是兩個英國兵 就能打百五十的中國兵 2比50耶 這個數字確實是正確的 2比50 這個 這個 當年 人生公來打台灣 渴蘭兵 在台南地區獲一千名 他派多少人來 他派2萬5千人 還有打十個 才打贏 所以是 人家的兵力是你的二十五百公 他一個兵力 兩個兵力就有 就對付你五十個 這是西方 東方的世界是怎樣 東方的世界 這個要注意就是說 有一個叫做孔子 他提倡儒家的學說 他提倡儒家的學說 那個皇帝叫做漢武帝 漢武帝看到秦始皇 秦始皇是要一世、二世、三世到無窮世 結果到三世就結束了 秦國就結束了 他感覺說 這個 都會不對了 就是這個 為什麼 人家一個王朝 在當西方世界 這個東羅馬帝國 有這個條帶 有兩千年幾久 那中國 這個條帶差不多百多年就結束了 差不多都百多年就結束了 那到底兩個最差在哪裡 最差在這個 這個孫雄 因為 這個歐洲世界 你如果要做國王 要領軍 就要 成年男主 成年男主 成年男主是幾個 差不多超過二十個 有判斷能力 才可以接王位 所以 這個 二十歲以後 才有入選 這個 東方世界 是說 你這個血統 正確 無關你兩個 三個 都可以做皇帝 那兩個、三個做皇帝 請問代官誰人的六個 所以這個國家 會比較虛弱 那我剛才有外販來 就聰明了 這就是東方、西方的区別 而且 中國人說 它有五千年的歷史 那不對 那跟蘇景蘇 還要南作 應該是 有三千多年的歷史 因為有文字 才有歷史 沒有文字的紀錄 不可以說歷史 叫做蘇景蘇 這個漢字的由來 就是那個甲骨文 龜甲跟瘦骨 瘦骨 瘦骨是哪裡 瘦骨是骨的那個 那個骨頭 還要射餌下去 射餌 射餌 這個餌 後來就變化 變作漢字 這個甲骨文 中國有甲骨文 才三千多年 所以中國的歷史是三千多年 我們家旗所想說五千年的歷史 去用平衣 那也不要拜託 不要去騙別人 這個 東方世界的漢武帝說 我看到秦朝三世就完蛋了 我這個王朝 要團我給他們兒子 給他們孫 給他們孫 孫 無窮代 問 大神大家 一個大神說 你用過儒教 來統治這個世界 儒學就是空自的學問 儒學不是不好 儒學是一種學選 儒學的優點就是 種孝道 這種 這種君 他有一句話叫做 君君臣臣富富之子 他說 聽對老婆的優好 猶如臣對君的尊重 淨重 君臣臣富富之子 如果這個君三下 你是對誰的效忠 三下 他不在乎你有沒有對他好 所以這個 這個王朝 就比較快 別忘 人是一個人 後來世界兩千年 一個條帶 在中國 北方的人都叫做匈奴之類 叫做胡人 無文化的胡人 起一條萬里當時 萬里當時就是中國固有的國界 他說要恢復固有國界 萬里當時以北都不是他的 這個大家要知道 這個以北有這個蒙古人 蒙古人本來占到中國 蒙古人他跟這個人分嘴四頂 蒙古色目漢人跟男人 蒙古人有一個很重要的區別 他跟人分嘴十頂 一冠二立三爭四道 武功六農七一八唱九乳十蓋 這人有十頂 最關的一頂是一冠 第二冠 第二禮 第三 學生 第一 道書 第五 工 農 衣 唱 這唱是什麼 祭唱 這是未成功的 九乳 你這個讀書 你這個讀書人 在地道上 這實在真不容易 十蓋 這個不容易 在哪裡有一個不容易 因為搞到水條的時候 這個科舉取式 你如果要做歌 就要參加科舉的考試 科舉考試中間 這個 大家都讀那本書 那本書叫四書五經 所有人都一種輸送 你要升官發財 你就要考試 考試就讓你升官發財 這個制度 大家都讀金分支 同一個輸送 這個國歌會不會強 大家都使勤苦 不會強 這個要注意 我們現在在這個社會 用考試制度來選財 教科書 有一個標準教科書 這都不對 人的輸送要給你變化 你這個中間用這個教科書 那個中間用另外一本教科書 這樣才會產生多采文化出來 大家都讀金分支 都是四書五經 你如果離開四書五經 你就不對了 所以你要知道 在西方世界的人 大學生要去大學 不是說聯合招生 做一堆給你定天下 你這間大學要求生 你去報名 人要跟你講 不跟你講 這件事 所以這個 這個 跟這個 讀資人 九乳石蓋 就是 他只贏了 就去吃的 這蒙古人對 漢林的頻率 跟實際的行動 就是做 做一些 在台灣 我們 我們 我們的遭遇 以前 說 萬青的時代 歷史 就有說到 它 不可以讓你 人跟人家 不可以讓你最好 為什麼 人跟人家 不可以讓你最好 因為 可以來台灣做官的 本來 西隆 佔到台灣之後 他自己 在那時候 台灣已經開發的土隊 有1萬8千家 他把七千五百家 自己的六地 準備收拾 但是 康熙皇帝說 台灣乃彈丸之地 得之無所加 去之無所損 台灣是 腹太大 得到 不然 我什麼東西 我怎麼不得到 不然 也沒有損失 什麼東西 外地 皇帝外地台灣 皇帝外地 台灣 這個西隆 就著急了 所以 他就建議 他說 台灣 你如果要派兵去 派冬去 三年一年 死之五九任 三年一任 派到台灣 三年 就要把他調走回來 康熙皇帝 最有最有的 合理 怎麼會合理呢 他無三過 就在雲南王 做十年之後 就歡清 這樣三年可以 還有 禁止西大夫 你 你的太太 家俊 去台灣 所以 台灣 台灣就欠子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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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所以 產生了一個變化 就是 我們 還有 做那個 那種 座准家的 人 同時 有個說 十棵六市 三樓一回頭 十棵六市 六市的黑水公 到台灣四的 三樓一回頭 也要再說 台灣 也不好 還回頭 做三年冠 台湾罗友一句 三年冠两年末 你做台湾的冠三年冠两年末 为什么康熙皇帝不爱台湾 你要想 一六四四年 满清驻三海关 开始 香港那年做标准 这个 万一人有多少人 大夫 女儿 女儿 六十万 汉林有多少万 六千万 这有九四金的 就是他一个一百倍 怎么到九五四金的 又变一亿 这一百分的人要怎么通地 大到一百倍的地方 所以大家在看电视的时候 如果看到清掉的电视 都可以看到县长 腿腿腿腿 腿腿的县长都出现 所以他感觉说我已经担到一百倍 评认我万一百倍的地方 我怎么去拿去台湾 所以得之无所加 去之无所准 但是西人都说我三年一泌 不准西卷 这个条件 康西湾就说 好啦好啦不然你去检 所以来检 台湾的时候 我们没有在搜到万秋兵 都是在搜到中国兵 中国兵三年一泌 三年就贪到一桌子 然后就回去 这就是万兴通在台湾的阵形 不准西卷 不准西卷的时候 我们台湾人 自然跟彼婆族的人 结婚 结婚之后 我们现在 有一个職位 说这个 庭上有庭公 庭下什么说 大家都知道 母国公 怎么会母国公 就是很简单就给你解释 彼婆族是母系社会 母系社会的 女母是将管家 是家庭里面的重心 是这个财善的继承人 大夫就没这个情形 所以庭上有听说 庭上母国公 所以这个母国公就是 老母的哥哥和弟弟 是长大权 这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 我们开始跟这个 中国人有区别 还有一项 大夫跟女婦结婚 新帅的孩子 这个DNA 是怎么比赖 大夫践多少 男女践多少 叫林玛丽说法 就是大夫是超级 有没有 大夫是超级70% 70% 所以说男女的DNA 团队害怕她是70% 男女是差不多20% 所以漸漸漸漸 這個政策我們就有經濟很大的變化 台灣人 大家都有病不足 所以他在發表言論說 台灣人有百分之八十五是病不足的血統 所以我們要知道自己的血統 是百分之八十五跟漢族沒有關聯 不准西眷就是說你不可以帶母子來 不可以帶母子來台灣缺女 缺女子要怎樣 跟婦母很結婚 不然就萬人政府很暖 很暖 不然包紅包跟一些女子送來台灣 我以前有跟你說 女子上來台灣 女子上來偷渡來台灣 整個部隊裡面 拿去菜市場買 菜市場 來 發介紹 妳的男子 這腳底子裡面是女子 一個女子 妳就出界了 人家就說妳的民族看了 她說民族你看去就知道她幾乎了 妳可以用手摸 摸這個女子 妳要摸哪裡 有人有意見嗎 要摸哪裡 摸出去一百分 摸出去一百分 摸出去的喔 這個 這個 比較年輕的女子 後天也沒發 這叫做幼稀的 所以我們現在的檳榔西市都找幼稀的 這有歷勢滾 這就是東西通在台灣的方法 這個基督教 突然來中國 把這個太平天國來生起來 太平天國這個 宏秀泉 他自己自稱是天地 他是牙縮的小弟 這太平天國在當中 當時 英國人 調教派的人 來了解 太平天國妳用過基督教 妳這個基督教 跟我們的基督教有一樣嗎 結果發現 太平天國用的基督教 差這個英國的基督教差很多 所以 英國決定說 來支持萬青 那當時 如果基督教 利用基督教 可能有辦法把這個萬青的地方翻倒 因為太平天國打到南京去 半壁江山都熟那個太平天國的 但是很可笑 當時 沒辦法成功 我認為 說 那現在是 一褐熊 那我讀下 那一褐熊 這個 一褐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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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五一到一半五三 兩年比較多而已 這個 但是太平天國自己來對 起內亂 每一個人要將館 這就是我要跟大家說 要注意 不要你有管理之後 要想要更多管理 要更多管理 你就跟隔壁 跟同事就起衝突 這個太平天國就是這樣 轉萬青 讓萬青滅亡 這個是洪秀泉 這個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內徵 國家就要不完全建立起來以前開始來亂 不然台灣民政府也是有類似的情形 大家要知道 不用去求你管理要比較大 位置要做比較大 這是以後大家要 要有這個認識 我們說 你要怎麼通在這個社會 在這個2000年前 法家就出現 那時候 漢林的輸送很進步 他認為人性惡 他認為人性惡 人性本惡 儒教說人性本善 他 如果說 用法律的條文來 來規則 自己的部下 做一個規矩 自己通在的時候 會贏給一切人 勝過一時的人治 要用國法 法律 術士 法術士 有辦法來成功 所以法家有成功的人 有可能會 這種 這種叫變法 你以前的法律 不一定對 過度遵守 舊規 不正視 因實質疑變法的重要性 只會讓組織逐漸走向 苍老 偉王 這個 秦孝公同時採用 上央的 政策 所以秦國 就行得很快 這是死後 割出來商鞅的圖片 但是 那些人的肚皮 不知道 商鞅是什麼人 一世公孫 名鞅 風於商議 秦孝公以前是 所以叫做商鞅 也叫做商君 他本來是個 衛國 丞相公蜀卓 座的家層 本來是公蜀卓的家層 公蜀卓 打拼 這次死了 跟國王來看 衛國國王來看 他看的時候 他說 我死後你要重用商鞅 商鞅這是人材 你要重用 他說好好好 這個公蜀卓 這個公蜀卓 聽得到 好像 應付 他說你如果沒重用 就要向他太子 但是 這如果讓白郎用 我們衛國就輸掉了 他也說好好好 然後移下去 公蜀卓就跟商鞅說 我推薦你 來做成像 但是 國王說好好好 要去我推薦你 你如果不要用就把他太子 我 我跟國王說的 廣東跟你說 你現在好走路了 你知道商鞅按照變化嗎 他說 你推薦我 我做成像 他沒有採用 他怎麼會把他太子 絕對沒有把他太子 所以他就安安心心在家 他也不太太 這是商鞅 有 有先見之明 商鞅買去去政國 跟秦孝公見面 第一遍跟他說 弄個地道 做弘地的獨立 說到 說到秦孝公 睡著 第二遍說是王道 第三遍說 他弄個巴道 弄個巴道的時候 這個國王 也很緊張 說到滾江 數日不厭 兩個人說話 說滾江都不討厭 所以 秦孝公就 採用商鞅的政策 來變化 但是 商鞅隨人做到這麼多事情 他變化相當成功 但是 秦孝公死了 你知道嗎 一些人說 好 現在秦孝公 你的後山倒下了 就 用個策略之行 什麼叫策略 策略就是 一個凡人 把他 兩支手 兩支腳 跟一個頭殼 五隻牛 還是五隻鞭 策略 同時 為國的方向走 把他撥起來 人就去 撕掉 這叫做策略 策略有兩種 有一種是 已經死去的人 但用個策略 把你毀壞肆體 一種人是 還沒死的時候 就把你撥起來 這樣把你策略 策略 你不買的 這張策略 策略 秧 這個秧 衛秧 衛秧 他這是 紅花鼓 這隻能叫三隻 策略 策略之行 他這個商鞅 人家說做法自閉 人家都要知道 什麼叫做法自閉 他規定 你 去住旅館 要電機名 要電機師 要電機你一切 你如果沒有電機 就是 這個人煩什麼 政府就把你捏這個 旅館的老闆 商鞅要走路的時候 同樣 就去遇到這個事 那旅館的老闆就說 我怎麼可以 讓你這樣來大 你雖然比較多錢 你給我我也不行 雖然給他補寡婦 所以商鞅就讓他抓去 抓去就是用 策略之行 我們要知道法律有什麼作用 定分指針 定分指針就是說 我們在那邊 菜市場看到一隻 拖子 這樣從頭前跑掉 一個人去 入到人的 但是啊 菜市場裡面有一個人在刺拖子 幾百隻在那裡 你不去給他 為什麼 就是這隻 幾百隻的拖子 有一個主人在 他擁有所有權 這隻自己走出來 這隻拖子 沒有所有權人 所以你會去給他抓 第2個作用 心功俱報 就是說鼓勵 人家去建立戰功 讓我補法制度 感到恐懼 耗力 誤害 人性論 這個法家說 人生有好物 人有愛的所在 也有沒愛的所在 所以 民可自言 人民可以自理 你愛的所在 跟沒愛的所在 所以人可以管理 所以 法家 他說不法骨不尋金 古早的方法 不一定對 你自己要 思考 今天這個法律 也不一定對 你要監視 食意而治不義 責亂 時間進去 你的體力 不一定會亂 他把儒家 諷刺為 守株待兔的人 愚蠢之人 儒家是什麼人 守株待兔 愚蠢之人 什麼叫守株待兔 有一個祖禪人 在禪的祖禪 看一隻祖禪 走進來 走過來 撞下手 然後奔走 被奔走 撞到一隻祖禪 很開心 明天在面前 明天在前 想要照顧 再第二隻再來 撞 再撞 再撞三天 看我 祖禪再來撞 沒有了 這叫做守株待兔 守株待兔 這齁 要注意 放株 株式 商鞅 也有重視重株的特點 三則緊密結合的思想 健全法治 定定 同時 在中國也出現一個生不害 建國 建國 時代的那個 蘇雄家 在韓國為相 十九年 但是術的代表人物 有 法家的思想跟我們現在說的民主的形勢 法治有根本的區別 相對 就是法家極力主張 君子極權 法家有法家的思想 法家有法家的思想 儒家有儒家的思想 所以 那 同時呢 還有一個韓非子 我們現在 現在這個講義上 有 韓非子做的這個四十七條 亡國的徵兆 就是這兩千多年前 這個韓非子 下的 我在看 到今天要來營 亡國是很好營 因為人性 沒有變動 沒有更改 韓非子來 交到秦國 秦國 建議國王秦王 先罰兆 後罰 緩罰韓 先去台兆國 當時那個李斯 李斯 是秦國的成相 說 他嫉妒韓非子的才能 淨殘延陷害 所以韓非子要去自殺 他主流 不齊羞骨 不法常渴 示意者示意 示意者被辯 他說 這個社會 不一定的 事情 你繼續說的 好方法 現在要營 可能就是一種阻礙 事情有變化 也是一種阻礙 沒有教育前做的 都對 賺這個社會 告訴你 人的社會 環境 有在地的變化 我們大家要做政府的官員 也要對他變化 來變化 如果沒有對他變化的時候 這個位置就當得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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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儀提出了 他能治理天下 這是韓非子的理論 他要選擇 他一起經過 實踐鍛鍊的封建官吏來取代他們 他說 丞相 必起於舟部 蒙將 必發於諸 因為丞相的人材 大衛都來 就是從大衆來的 門將就是從兵子裡面 起來就做門將 他制定了法 他說法不阿貴 行不必大臣 賞罰不宜 批夫 他說這個法 做這個法論 你愛那個 你貴族的人 你就不願意罰 不可以 刑罰 你不可以說 我做大臣 我就 這樣 免受法 也不可以 但是 賞善 不宜 批夫 如果說 有一個 小老闆的姓 他做到丟的事 你就要他擦擦 認為 使用嚴重的重罰 人民才會 順從 秦始皇 統一中國之後 採取許多政治措施 就是 我利用 韓非子的理論 所以 韓非子的理論 只要47條 我們撩一撩看 大家知道 他怎麼這樣做 他怎麼這樣做 這很重要 守住待兔 他舉幾個例子 他剛才有說 就是 在手上 等拖子來弄 毀吉祭儀 如果有法庭就 可以讓他先看 蘭魚蔥樹 蘭魚蔥樹就是 有一個國王要聽人 吹樂器 魚這種樂器 同時呢 滾十的人 幾百的人 都在 噴這首歌 他聽得很爽 但是 跟一個國王來的時候 他說 不是 我要聽一塊一塊 噴給我聽 就 告訴了一個人 不可以噴 不可以噴 你沾一個粉滾的年事 在噴什麼 就是 噴嚼 不可以噴 這是蘭魚蔥樹 老馬仕途是這樣 有一輩子 進去沙漠的地方 去見 見什麼 整人在沙漠裡面 找不出路 走這邊也不對 走那邊也不對 要怎麼樣 好 就想一個方法 跟五天買 這個老馬 給它放 給這五天買 他們要怎麼走 我們第二走 這個買就把 那群隊帶出來 這叫做仕途老馬 好 這張圖就是 爛魚蔥樹 這個 沒在噴 沒在噴 這張圖就是 爛魚蔥樹 沒在噴 這個春秋末期的時候 封建制度 破壞 這個 一向來維持國家 秩序的理 已經行不通了 法家思想就在這個時候發展 到戰國中期之後 法家思想成熟 戰國中期以後 盛行於戰國中期以後 特別在齊 三進 三進就是 韓趙衛三家分進 秦國 就是在採用法家 法家最早期有關注 有關注 資產 這都是這個 很出名的人物 战国初期也有一个李黎 申不害是郑国的战神 商鞅他刚才有说过 他著有商君书 理着戏片 实行变法 欣赏必法 以为之道 同时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 商鞅变法的时候 还有有人拿孙子兵法出来 那时候也思想 孙子兵法到今天来用 同样的方法 中国 和民族第一 2000年前怎么这么聰明 这是大家没想到 韩非子人为人的行为是为私自立自为出发点 就是说对自己有好 对自己有利 这个出发点 这句话很重要 所以 人性是恶的 人性本恶 在学校绝对没有说 法家是人性本恶 但是我们在学校绝对没有说 但是我们在学校绝对自由在说 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 你如果没有法律规范大家都欠人 有法律规范的时候 欠人会变好人 理师是秦国丞相 理师是秦国丞相 集权中央的大一统帝国 他就是王国法家 这是理师的图片 所以秦始皇 哪有法律堂统一六国 秦始皇这个人物 在欧洲世界是没有这种人 欧洲还是纷纷真真 滚了十国 但是在当方会出现了法家的思考 所以中国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大国 这很有关联 欧洲没有一个像秦始皇这种人物 所以他们打来打去 现在说商鞅变法的政治方面 他把人订二十戒 照吉祥给你大小官位 借奴婢的数量和衣服制定奖励军功 严惩施斗的办法 你如果打一个敌人受决一级 可为五十五十九支的冠 如果打两个就是离两级 这样就是王国仲赏 这个商鞅变法的成功就是这个 实行限制废除分封制 以前有一个 我们大家说的很好的制度 叫做景田制度 景田制度是什么 一个土地画成一个景 就有高的区域 这两三十五六七八九九九 中间的政治最重要 是大家一人问一位 有八的人一人问一位 中间的那些好队 这八的人来去做那个中间的那些 这种行为实施的时候 本来是说很好的 这样说到该得到的粮食 结果不通 大家的土地 每个人的土地都犯了好小 公家的土地没人要去犯 这样不行 他就说 以前说的好方法 到了这段 因为人事的变动 这样变 我们怎么会变成变 自定连作法 连作法就是说 这个区里面有一个人犯罪 村的人就要去服刑 所以在经济方面 一个废景田 重农易商政策 统一度量衡 统一度量衡是很重要 这个秦国的时候 这个秦国的时候 秦始皇族统一度量衡 甚至于 车 现在会规矩 多大 把你整个地方衡 帮你整个地方衡 这个 这个 交到这个 這個華蘭人來檢查台灣之後 華蘭人用國他的方法 他的度量痕的方式給台灣實行 所以台灣人出去海外做生意 天是台鳥 他們是台軍 這個台鳥台軍有公正力 中國鳥中國軍就學不來 我們用的台鳥 所以你們這些人叫做台灣人 為什麼叫做台鳥 就是台南附軍有一個地方叫做台灣 台灣這個土地這個地方 不是整個台灣 是一個休息叫做台灣 台灣有一個工廠處 就跟你說你這個籤子可以用的 這個籤子不準 我們的台鳥台軍一軍十六年跟中國也不一樣 我們有獨立更進步的制度在營 所以人們去做生意的時候 大家說不然用台鳥台軍 所以我們台鳥台軍 在這個青條 明末清楚都很流行 社會制度推行小家庭政策 規定一號有兩個兒子 到了利富的年齡 你如果沒有去分開居住的時候 就是加倍增收戶口稅 禁止父子兄弟同事居住 就是說不要做大家庭 小家庭 要來做小家庭 現在說一個廖牌的下場 因為我們在管理一個國家 你要知道什麼是廖牌 在一十八七年 臨松文空清的時候 在這個南路南平 有一個許廷耀 他建立是 他在莊大田軍立 所謂立即組織 親滿清的月民 三千人 三千人 豎起大清旗號 稱義民 自動向滿清靠攏 這就是廖牌看著 你這個鄭台田 臨松文 你不夠來了 我現在有萬清做後盾 全自己主動 就去挖這個 有權勢的 去挖這個 來翻鄭台田 臨松文這支 他叫做義民 自動向滿清靠攏 滿清不會照守 他就要主動靠攏 選九月二七 全去跟莊大田抬 庄大田的部隊大敗 庄大田被附受敵 頭前有萬清軍 後面有義民軍 台甘的滿清義民軍 所以他們這拔來 拔來 拔來也想說 一個要來 謀公客籍六樁基地 這個客人 在六樁的基地 就來 來抬他們的樁 大夫人都出去做事 這個家庭都是純女孩子而已 這個滿清移民 只要說他們基地受到侵略的時候 叫滿清來幫忙 滿清政府沒有在幫你知道 要別的我怎麼就幫你幫你知道 所以 所以展開一場大屠殺 滿清月明之義軍十負其九 這是1787年10月2日 廖白仔的下場 這時候你做滿清的廖白仔 有一聲聲在說 美人垂豬臉 身作醋而美 但見淚痕絲 不知心恨誰 有一個漂亮的女人 坐著的 眼睛擦擦 看著她的老眼睛 不知道你去哪裡去誰 就是說 這個當義民的 你是要去滿清政府 還是要去 去這個 林松文這次的人 不知心恨誰 這種事情怎麼會發生 就是她認為她是客人 客居台灣 所以有一個新客家人理論 造出來 認同台灣 陽氣做客的心態 這客家人的由來 請說一下 客家人 我們在這個宋條的時候 他跟南北宋對抗的金國 金的金 金國 金國 要像 蘇家 蒙古人 打敗 影四散 所以可以說客人 在四川 有 在滾上都有 就是這個原因 來台灣也有 所以 他們 他說客家人 就是說客家人 理論就是台灣人 陽氣做客的心態 客家人的原鄉在台灣 怎麼這樣做 就對了 我在 網路路發表這種文章的時候 有人在罵 你挑著客家人在罵 我說 是嗎 你說不對 要做後面 將就有 將就有 原住民的人也有 我們 這個 將就人 有 將就人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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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民廟 全集人有 全集人的既民廟 不是只有客家人 都有既民廟 而已 要做後面 都一國人都有 但是 你不能比例那麼高 就是說 你不把這塊土地 看出就是自己的 那看出自己的的時候 怎麼也要維護自己的利益 就不可以去做廊坡了 再說廊坡比較大的 就是庭吉隆 庭吉隆 你看到萬千軍 征服了江西江蘇之後 在福建的北方 一個 在吉隆 人家說 我 我 無以三省總督之印 以代之 我把三省總督的印在彈裡 三省總督的印 他現在只做福建姓 現在有三省 加上廣東廣西 的印要給他 就是說 要叫他做三省的總督 這個 這個庭吉隆 算 八千 八萬千 行前 來跟庭吉隆說 我們到底要來道千 庭吉隆說 怎麼有老爸叫兒子 背叛他的國家 他不可以去 庭吉隆就去 十五百名的 貼身位是黑人 這個黑人 不是非洲的黑人 是印尼 印度那邊的 肉比較黑色的人 這個 李吉隆 十五百名 在福州 責見為門 這責見為門 就是 酒爪 和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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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那個老爸 鄉親 那兒子 怎麼會抗戦 怎麼查得那麼多 這裡面的理由很簡單 這個老爸 就去鄉親了 所以福建的土地 都去 穿著墊去 那一個 譬如說 他們的老家 是住的 台南有一個鞍瓶 其實在福建後有一個鞍瓶 有六百代建存有十萬名的瓶 這些滿洲人買這次 他說怎麼可以給你這次 他說怎麼可以給我們這次 我們是同胞 你們頭在我們北京裡面 所以在鄉修做我們的大館 你們怎麼不可以給他這次 開門給他這次 這次是燒殺魯獵的安平 其中把庭仙公的老母強姦 庭仙公的老母是日本人田川寺 那年他剛才從日本來到中國 所以他們老母調導主廚 那在鄉修公知道了 鄉修公要跟萬青對抗 這就是你做廚牌的下場 你離我不能分別 所以提醒說 凡儒服 就是說他穿的衣服 是儒家的衣服 他拿去鄉修上穿軍裝 那時候 他才23歲就帶了 十八人 這樣就買到完全寫 現在 23歲起兵 1646年 那時候 這個要稍微看一下 金門 月門 古龍書 平鵝 東陵王國 台灣的名字 以前叫做鄉都 我們有一句 我們有一句句話的諺語 氣歸氣歸氣歸 東陶看來去 來去溫如母 不用長山很難 他說 東陶就是台灣 來去溫如母 不用長山很難 長山很難 長山很難 還有他們 完全有實行一個策略 就是說 把沿海三十法律 拖堆 電頭的 這些球子 都把他綽綽起來 把他綽綽起來 讓你沒有茶堂去做準 那都綽綽起來 我有一年去金門 金門人家說 好 田仙公來把我們綽綽 都把他綽綽去 我說不對 萬千 怪也不要怪田仙公 田仙公來台灣後 那一年去金門人家說 一年去金門人家說 一年去金門人家說 有人說他病 另外一個說法是 政經亂倫 政經亂倫 政經亂倫這事情 要秀公 政經是金門人家說 最大的小孩 他跟 同時 他當時 有十個母 跟老婿的母 第四個 第四個太太的 發生關係 死了一個小孩 這叫政經亂倫 從前說 下到命令 把他們兒子 打死 他們兒子的老母 教育不好 打死 這個女兒也要死 就下一道命令 那他命令 所以他要 就當時 看 五位 五位的門來的準備 還有這個 他們老婆 他的兄弟 十一的人 這十一的人都打破了 完全政府 來判斷 判定 死刑 做一件事 在蔡西亞 用我很小的罪名 太太死 所以做了別 不是說 你如果有同行 你就是好行 但是你如果沒有同行 就來太死 像國民黨的軍隊 整百萬人 投靠中 怎麼處理國民黨的軍隊 他拿來北韓做人海戰術 美國這邊是火海戰術 那邊是人海戰術 你看哪一邊的贏 所以 都死到國民黨的 就沒關係 所以 這種事情都發生 這個 因為 萬人一關之後 這個 在中國就開始 有這個鴻門的出現 鴻門的出現 鴻門是由於台灣開始 我們今天說到這裡 說不算 大家回去看 這個四十七條的 這個 王國的徵兆 感謝各位 謝謝 各位好玩 謝謝 謝謝